这笔木秀穿越过来,带着小花进入的那座上了半边房顶的破草房还要破,那至少四边还有墙,这个呢,看起来就像是微房。 眼前的房子就剩下三面墙直立着,还有一面墙已经倒塌了,房顶上铺着的稻草也没剩多少了,屋里全是杂草和石头。 这里距离村子中心稍微远点,以前住的人早就搬走了。 墓水收完后,把平板车放下,自己走到门口的树上,折下了一个带着树叶的小树枝,就进来开始打扫起来。 木秀转了一圈,确定这里还算是牢固,不会倒塌之后,也跟着开始清理起来,很快,屋里就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区域来。 秋收后稻草四处都是,墓水又去拢了些稻草回来,扑到清理好的地上。 木秀在后世的稻草上铺上一块床端后,又把被子铺上,用手拍了拍做好的草窝,感觉手感还不错,很是柔和。 娘,累了一天了,你先带着小花休息休息,我跟爹去村支书那儿,借点吃的回来。 周水莲这些日子也是累得够呛,她点了点头,抱着小花就躺了下来。 墓水拉着木板车,顺便送回到熊婶那儿。 父女两人来到村支书家中的时间,陈向阳才吃过晚饭,看到他们俩人进来,愣了一下,开口问道,账快就收拾好了。 啊,是的,随便找了个地方,先将就住下。 墓水木讷地回答。 村支说,这是二百二十五块钱,欠您和村里的钱还给您,您数数。 墓秀走到陈向阳身边,从口袋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钱。 这钱哪儿来的? 秀,你怎么有这么多钱? 陈向阳和墓水的声音同时响起,都是充满了疑问。 因为在省城医院时,所有钱都是墓秀来管的。 周水莲不认字,什么都看不懂,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。 墓秀心中有自己的小算盘。 各种住院费结清后,墓秀不算自己通过黑市赚的钱外,手上还有一百五十块钱。 他本打算自己的钱先攒着,等算完公分后,看多少,再贴不进去,先还给村里。 但是墓秀又怕自己爹娘的性子,把还有余钱的事说出来,到时候再被刘妖门弄走。 债逼着他们还,就糟了。 所以他干脆跟周水莲说,钱都用完了。 墓水和周水莲也相信了墓秀的话。 墓秀,墓秀,你们听我说。 墓秀早就想好了说辞。 他把在医院给别人做饭,别人给工钱,最后知道他困难,还借了他一笔钱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 对于墓秀给人做饭的事,墓水是知道的。 只是他没想到,对方最后竟然又给了墓秀钱。 真是遇到好心人了。 墓水感慨道,墓秀,那你们欠医院的钱呢。 陈向阳问道,那会儿是我骗我奶的,我想分家。 墓秀知道,自己爹妈好骗,可是却瞒不过陈向阳的。 更何况,接下来许多事情还需要陈向阳帮忙,所以他也没准备隐瞒。 你从医院回来,到今天我去你家,这十几天,你可别说没时间来还钱。 陈向阳意味深长地说道,而且,你爹娘好像也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。 孙志说,如果我奶奶看在亲情的份上,愿意偿还这笔债,那也不会分家,您说对吧。 墓秀嘴角含笑说道,墓水,你这小子有福气,有这样通透的一个闺女,您好日子在后面呢。 陈向阳瞬间就懂了墓秀的意思,越看他越发地顺眼。 墓水听到村之书夸他闺女,脸上也跟着露出了笑容。 对了,你们现在住在哪儿? 陈向阳忽然问起来,就是村外头以前留疯子的那个房子。 墓水顿时又愁眉苦脸了起来,那房子不都倒了,还怎么住? 陈向阳不由一脸的震惊。 所以,村之说,我手上还有点余钱,您看能不能先给我们找个房子住下,我们租房租都行。 墓秀思索片刻,望着陈向阳问道, 巧了,正好有一处,对别人来说,位置太差,对你们来说,应该正是合适。 陈向阳想了想,立刻就想到了一处房子。 在哪儿? 墓秀一听,眼睛立刻一亮。 就是你们分内拜母帝前面老孙头的旧房子。 昨天,他儿子才来找过我,让我把那没人住的房子处理了,他们都搬到县城住去了,房子也算是便宜,三百块钱。 墓秀心中一喜,如果真是这样,那太合适了。 位置在村后面,来往的人也不多,他带着空间可以做许多事情,不容易被发现。 最起码,平日里吃个肉,也没人能闻到香味。 村子说,这个房子,我们要了,只是钱一时半会儿凑不出来,能不能缓缓。 墓秀心里算了算自己手中的余钱,脸上不由露出了蓝色。 你那儿还有多少钱啊? 陈向阳问道, 还有五十七块钱,但是我们这次分家出来,一点知识都没有,眼见着冬天马上来了, 还想买点粮食过冬。 墓秀回道,虽然他有许多粮食,但是基本都是细粮,拿出来炖炖吃,实在没办法跟墓水扶起解释。 老孙头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,一时半会儿肯定卖不出去。 明早,我托人去老孙头儿子那儿说一下,按照两块钱一个月,先租给你们,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,你们看如何。 陈向阳有心帮他们一把,老孙头的儿子一定会愿意租的。 太好了,那就这样定了。 木秀面露喜色,他数出来二十四块钱,递给陈向阳。 孙主说,房租先掏一年的。 行,那我就先收下了。 陈向阳接过钱,数了数,装到口袋里。 孙主说,还有一件事情,我家这次分出来,您也看到了,什么都没有分到,您看能不能把村里的小麦夫卖给我们点。 小麦夫是小麦磨取面粉后晒下的肿皮,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间,许多人都吃过这个。 不过,如今日子好了许多,再加上小麦夫实在难以入口,许多公社大队都是留着喂猪喂鸡。